好,我们乘乘836的华论电力 发了一个刑警 全年盈利跌70%至80% 因为延汇成本上升的影响 这位朋友就是徐小姐 他23元有货,应不应该走呢? 我觉得虽然发了刑警 但是今天来说,为了短期来说 我觉得又未主说会造成急跌 因为其实电力股发刑警 不是一件新鲜事 因为过去年初至今回来的一个多月 其实先后几只电力股都发了刑警 甚至有几只下半年是要亏钱 以至全年都是亏的 但是润电虽然发刑警 但是未主说有个很严重的亏损 只是利润减少 所以其实盈利能力上说 它已经相对算是比较强 还有其实这个刑警 或者过去这些股份刑警 最主要你刚才提到的原因就是燃汇成本 因为始终这些暂时都是叫传统电力股 火电股 看的成本都是过煤价 而煤价因为去年下半年曾经升得很厉害 比第三季升得很夸张 所以对他们的压力是大 所以你说造成一些亏损 或者是赚少了很多 其实真的不出奇 所以这个不会说特别大的负运冲击 甚至去年炒上来特别三四季 整版的股价升得那么强的主因 都是炒他们业务的转型 就是做多一些新能源 我觉得其实这个方向就没什么太大改变的 所以中线来说 我对润电的看法都是乐观的 但是短期当然了 就算刚才提到虽然不是说会急跌 但是很明显地年初至今回来 其实整版的股价是比较低的 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的选择多了 比如你年初回来炒 刚才提到的电讯股 金融股、人同股 其实可以选择的标的是多过之前那几季 但是实际整个市况资金是没有多的 你成交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自然会令这种反法的动力弱了 所以我觉得短线会借着 迎景急跌又没什么机会 但是股价都会下跌 所以我想看看你的部署 究竟你自己想是偏中长线去持 还是纯粹以短炒的角度 如果短炒来说 其实就不是那么值得去选择这个版法 因为短线的走就会比较差一点 甚至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位置 其实正正就是年初回来的低位 但是大概18分左右 如果连这些位置都再一次跌穿 继续延伸短期跌浪的话 其实那个调整幅度就会多一点 所以我想你如果真是 如果短线部署 看着这些关系会比较好一点